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找到了 通往人界的结界 人类鲜嫩纯粹的灵气 天魔一族 休想危害人间界 我就知道没这么顺利 不过帝尊千万 而天地存一 不自量力 不自量力 倒是有点意思 有我在 休想踏入人间半步 休想踏入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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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我想 人类 绝对不能 让你得逞 今天你休想害我万千人族 一死一毫 就算同归于尽 也得诛杀你这魔头 强体到天地境界 这可是要用寿源作为代价 我倒要看看 你有何能耐 什么 破 破 来出天之地 有责任守护他们 一梦万年 荒谷同园 轮回烟 混沌黄雀 山额间 舞蹈划三千 春火燎原 终箭重现 奔泪盘平地深夜 是小剑 斩千难万线 看天道未准 仙凡太过 莫方几名卷 是与非 对错是一遍 万剑 浪神殿 平天莫乱 莫散 颓言有几番 互帆成人间 朝门离河神长难 踏万万十年 生死已献切 踏万世皆远 纵横中小胆 离九族指点灵 笑破莫远 迎风泪泪 烟炎珠写在一盏 他与火涅槃 这天万光乱 他名书不犯 虽永恨虚幻 路转间 已踏遍这天万 未经许可 太阳 虽永恨虚幻 未经许可 太阳 虽永恨虚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终于绝景了 叶师兄 叶臣 你来了 叶臣拜见长老 请问长老有何安排 此次任务滋事重大 继关我宗百年命脉 叶臣 你挑选情报阁精锐弟子 前去妖兽森林会合点 取回灵药 弟子一定不负长老所托 将那灵药安全带回宗门 此乃我随身预陪 交由你以此为时 不得有任何闪失和延误 是 霍都 岳将 属下在 殿主请分 玄灵之体出事 有件事须得你二人合理去办 是 吕诗指 玄灵之体现世 有个任务需要你拨走一趟 那是 看来 这大楚一殿三宗的格局 要变了 叶师兄 都搞定了 到智阳宗后山了 我们应该安全了 走 我去复命 他们应该也没有想到 真的东西 在我们几个人员境上里吧 不过 叶师弟 这次我们护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你是这次小队的负责人 应该知道吧 叶师弟 我就是问问 你别生气啊 叶师弟 我就是问问 你别生气啊 谁 张师弟 真阳界呢 武器 人缘 真阳 灵蓄 每一个境界 都有十倍百倍的实力之差 而我们就剩下两个人缘界 下一个是你们谁呢 我 这位前辈 不要杀我啊 你看 我身上什么都没有 你要的东西在他身上 你就饶我一命吧 快走 你的师兄可比你识气多了 东西交出来 休息 玄灵肢体出世 唯一阻止的机会 变成那玄灵肢体觉醒后需要的固体 药 交出了药 你还没发现吗 荣药早就不在我身上了 快走 什么 竟敢耍我 我这是要死了吗 双尔 叶师兄你醒了 我得救了 守山长老赶到时 你还有一口气 只是 只是什么 那留下一条命就不错了 我的探铁 那个 叶师兄 吴长老让你想了去见他 要不 你先去见吴长老一面 叶尘 这一次多亏了你们情报和吸引注意力 那灵药才安全无余地被带回 你立了大功了 这里面是给你的奖励 长老 这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里面都是凡间之物 你也知道正阳宗的规矩 丹田一岁之人是不能再留在正阳宗的 更何况是情报阁 可我是为了宗文才 叶尘 我们也不想这样 但是你的丹田一废 无法继续修炼 留下 看着师兄弟们日进千里 难受的是你自己 说得再好听 也不过是你们过河拆桥的借口罢了 叶尘 宗门救你一命 已经是人之一尽 现在走 还有几分情面 但要是你继续胡搅门缠 可到时候大家脸上都不好看 莫为正阳宗鞠躬尽村 却落得这样的下 如此人的寒心的宗门 还有什么脸面 叶尘 你大胆 既然你们无情 那我叶尘从今天开始 就不再是正阳宗的人了 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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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老 刚才说话的 是叶尘 您说 你的玄灵肢体稳定下来了 刚刚叶尘在这儿 嗯 他丹田已废 没有资格留在正阳宗 丹田废了 您说 等一下 传闻叶尘与你感情甚好 我知道你们关系不一般 但是你不能去 你现在玄灵肢体已经稳固 未来修行必定一日千里 将来非生也未尝不是没有机会 但是叶尘 胆田已废 再没了修仙的资格 作为凡人 几十年的寿命 便也是他的极限 你们已经不合适了 我知道 但我 凌霜 就算你不在乎 你就不为叶尘想想吗 你玄灵肢体的身份 一定会有很多精彩绝艳的才俊 想要和你结为盗鱼 还会有敌对的门牌 想要毁掉你 如果他们知道 你有一位盗鱼 他只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凡人 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做 你说 我也是为了你好 我说吧 还是被逐出宗门了 没了丹田就是废物 我说就是他 我刚才地 这就是我的宗门吗 真是让人恶心 真是 说吧 星来后一直联系他 都没有回应 他是去做宗门吗 就让你回来 还是 叶尘师弟 你还没走啊 太好了 我还担心赶不上送你呢 叶师弟 我好心来送你 你怎么不理我呀 赵康 我还没有愚蠢呢 连你是好心来送行 还是来炫耀都看不出来 叶师弟 你说什么呢 师兄当然是好心来送你的 你现在让开 还能给你留点情面 不然你向敌人求饶 暴露灵药下落的事 我不介意让所有人都知道 叶尘啊叶尘 你该不会以为 你还是以前的叶尘吧 走 走 走 不过一凡人而已 你觉得你现在说出去的话 还有人先吗 让开 让我让开 算什么东西 走 走 谢臣 你今天就爬着出去吧 走 既然吃点身法 就把人渊静的赵师兄放倒了 叶尘 找死 住手 师姐 宁霜师姐 宁霜师妹 你来了 快 我这里出了点状况 得离开郑阳宗了 不过叶尔别担心 我很快就会回来 过天 算了 叶尔 你在说什么 如果他们知道 你有一位盗驴 他只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凡人 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做 我们之间无缘 你我就此分手吧 好 如你所愿 从此 我们天涯两端 永不相见 解释 忆霜师兄 等待我了 忒 以后我们要天天在一起 这 从天而降了真火 你跟我一样 也回不去了吗 我要是还能修仙 倒是可以收了你 我们相依为命 可惜现在 能修侧 能修您 大哥哥 你醒了 你是 爷爷 大哥哥醒了 醒了 这是空凝镜才会有的丹海 我虽然现在丹田恢复 宫里会回到了宁七一中 但怎么会有丹海 难道是真火 年轻人 你醒了 身体可有不适 谢前辈出手相助 我没事了 没事就好 敢问前辈是 老夫名叫张丰年 小友叫我张伯便是 小子名叫夜晨 年轻人 饿了吧 快来吃饭吧 粗茶丹饭 让你见笑 前辈哪里话 前辈的救命之恩 在下莫取难忘 这是灵兽 小英乖 不许凶大哥哥 来 这块给你 我看你应该也是修士吧 是哪个门派的 我一切散修 无门无牌 那真是可惜了 风华正茂 该寻个修炼门派子的事 可惜了 不许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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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以为我不肯拿你 你 黄月松的弟子 凝弃二重 爷爷 凝弃一重 凝弃一重 小子 你干什么 陆剑不平拔刀相助 李竞赶 清二重天的杖头 竟然被夜尘连牙 人在做 现在看 都为自己尽点阴德 你 你等着 爷爷 小悠 今天真是谢谢你了 前辈哪里话 举手之劳而已 敢问前辈 那张涛 为何对您如此蛮横 我曾是恒月宗的长老 此事说来话长 夜尘小悠 有没有兴趣 做恒月宗的弟子 当然有兴趣了 可是 前辈 恒月宗门槛不低吧 无妨 我写一封介绍信函 相信让你做一个实习弟子 还是可以的 好 那晚辈 在这里先谢过前辈了 晚辈夜尘 前来投诗 这是张丰年前辈的举荐信 张丰年 这倒是新鲜 三位师兄 你们商量商量 谁愿意做这夜尘小悠的师父 你多大了 二十岁 二十岁才宁起夜主 我天阳风还有事儿 我就先走了 钟师兄 您这 那个 葛师兄 我地阳风也不受废物 秦阳师兄 别走啊 就当买我一个薄面 你把他收了吧 清瑜师弟 他还远没有达到 介入任阳风的资格 说我不能答应 他的天赋太差了 是 少瞧不起 我曾经可是人怨惊 小悠 看来你只能做一个实习弟子了 你可愿意 实习就实习 说不定哪天我就转正了 那好 这是你的预牌 多谢长老 去万宝阁领取一件防身兵器吧 那就有劳长老了 来 实习弟子叶辰 见过长老 欢迎 进去一露玄的灵器吧 玄龙宝 宝箭 看上去这么厉害的宝箭 居然只是一把一碰就没的垃圾 就这还万宝阁呢 就这还万宝阁呢 我 果然都是低级的 这是 天鹊 这是我 又来一个让我认主之人 居然是有意识的暴剑 那从今天起 就归我了 五四两立 好快 可笑 就会如此浅薄 今天放下 让我屈服于你 无论怎样 今天我都要定你了 我只是弱了 今天要命定你了 是什么 你 是 我 会 再 行 我 得战主天 再 成 地图 这才是什么 你还不是什么呀 就是秀微弱了点 脑子也不见得有多正 叶辰 你为何选这般重剑 这剑对于你这样的弟子 可不是一般的重剑 我建议你还是欢迎 没关系 我挺喜欢他们 这天穴放我这一百多年 总算是有人选走了 赶紧扛走吧 谢长老 金宁霜 赵康 他们怎么在这 那个郑阳宗的女修好漂亮啊 听说是来商议三宗大笔之似的 一定是郑阳宗的真传弟子吧 不知道排第几名啊 您说师妹 是啊 赵康 背心弃异的小人 他们怎么会在一起 师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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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这 好熟悉的感觉 是他们 师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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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说师妹 怎么了 师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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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等我 想不到这么快就见面了 不管怎样 郑阳宗的人已经跟我没关系了 我只需要变得更强 宝宗 封 把 二 六 六 六 四 六 五 六 六 六 好 这是哪个疯子闯出的秘法 这王荒练体乃是彻彻底底裂体之法门 我希望是大差 则还是金刚不坏之君 我要让当日破我丹田的人 赵康 长青 几群双 加倍凤凰 这王荒练体果然霸道 感觉身体的每处角落 都有一股奇异的力量在留意 如此一来 想要进阶 便比同阶的人需要更多的精元 也就是更多的御灵液 看来得多去接点任务 转灵液了 这凝齐一虫也太弱了 太怎么难了 吃什么 资料 这种人怎么也能来做张子 你以我现在的事应该呢 这冰狼任务我赵龙接了 赵师兄可真厉害 迎气五重的冰狼任务都敢接 怎么 不服 师兄拿走便是 这任务我也接了 赵师兄居然接了两个任务 太强了 这任务也是我的 一边去吧 这位师兄 我与你肃无瓜葛 为何刁难你 无瓜葛 你打了我的小弟 还敢说跟我无瓜葛 胆子不小吗 原来如此 准是张涛 我赵龙的小弟你都敢欺负 真是显命长了 师兄 是他处置在心 这人打起来啊 凝齐一虫也敢招惹赵龙 这小子太狂了吧 很好 很好 你小子没实力 还敢装硬气五重 都是张涛 我也比我数 天吾哥 我能走 等我 张涛 张涛 小子 早晚收拾你 我等着 这位子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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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生草 听闻有紫生草的地方 一定有血了 无极药兽 好强 无极药兽就竟然有如此强悍的力道 无极药兽就竟然有如此强悍的力道 好痛 好痛 哼 无极药兽 那又如何 给你 躺下 来 来 来 去 来 来 来 这个 是 别 这 是 这 要 这 那 谁 谁 到底是谁 给我冲来 可恶 作为你帮我拿下这枚兽丹的奖励 我这就送你上路 我真是 真是我 偷袭 让你偷袭 看你还敢偷袭 见过前辈 见过前辈 二位来此 找老夫何事 前辈 我家殿主听闻您这里 就有一粒天际灵丹 故前来拜访 还望您助我殿主一臂之力啊 前辈就当卖给人情 我们嗜血殿 愿意出高价 天际丹 以定为拍卖物品 不能交易 二位请回吧 若是您答应 月娇可以为您做任何事情 你 子依 你好不给情练 你 怎么 是血殿是要与我天旋门开战吗 菜下不敢 既然前辈将其定为拍卖物品 那在下不便多言 告辞 我们现在怎么办 任务没有完成 店主一定会责罚我们的 有办法 你说的办法 就是见到这个横月宗的女人挪不开眼 这种绝品货色带回去献给店主 你觉得店主还会不会责怪呢 人呢 人呢 你们是在找我 是血殿或毒月焦 灵儿每人认识我 那就好办了 跟我们走一趟吧 那要是本姑娘不愿呢 那美人 就别怪这辈子欺负人呢 口出狂言 看本姑娘怎么教训你 月儿 还不出手 妹妹 别忘了 还有我呢 二对一 似乎也不怎么样 我便要是 你不应该把我的 你不应该把我的 你不应该把他 打开 你把我做什么 能够 我 你不应该把他 我 你不应该把他 你不应该把他 神魂攻击 慧郎 他的神魂攻击比我们强 想玩和无损带回去给电宠 怕是有些不容易 他不行 他就来按他 结束了 没用的 这可是我们改造后的极品极乐伞 像你这样未沾情世的意思 只要稀入一丁点 便会受欲望所拒 是你人吧 若不及时解除药性 欲火攻心 经脉剧断而亡 更是你的下场 灵儿美人 别挣扎 跟我走吧 没想到有这么多 发财了呀 悬术 这可是我现在最缺的东西 以兽制姿态展开近身搏斗 有意思 配合我的蛮荒链体正好 遇空飞行 空明镜 高姐修士怎么到这里来了 他好像有些不对劲 算了 高姐修士的事管不起 先走外面了 那人 铁草啊 跟我来 跟我来 sé 铁草啊 哼 对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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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不起 两位前辈 我在此修炼 不知道会打扰到你们二位 您气惊 二位 有何指教 小哥哥 你长得可真好看呀 前 前辈 小哥哥 一个人在此练功呢 是 是 小哥哥 你有没有看到一名 穿着红白衣裙的女子 从这里经过啊 看 看到了 他往 往这个方向去了 女人 您气一丑 父族为患 小哥哥 站在这里别动哦 娄家待会儿便回来 吓死我了 没想到那个女人还会迷人心神 高杰修士果然不好对付 不知道那位美女前辈怎么样了 前辈 那两个人已经被我骗走了 你已经安全了 谢谢你 前辈 前辈 暖道士 热 好热 前辈 就快好了 你再坚持一下 你 你 前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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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个女人中了极乐伞 走不了多远 他们应该还在那附近 我们回去 我要杀了你 你站住 你讲不讲没有道理啊 是你现在不 不过来了 那你又不能那样对我 你这个风雨 早知道 救 我救你了 小颜子 叶叶术 就死了 早点杀了 莫毒 月娇 回来再收拾你 我看不会真要死在这里了吧 就是 莫毒 月娇 你还敢回来 有 除了 暗子 是要付出代价的 不过是想将你完整的代务 真当我们就怕了你 过来 换个礼物给店主吧 我要杀了这个女人 看你怎么杀我 月儿 我来帮你 这是 这天气 七夕跟楚灵儿有点吓人 该不会是 月儿 不要纠缠了 我们撤 灵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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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受伤了 无碍的 姐姐 怎么会无碍 我们赶紧回宗门 我帮你看看 我还有些事 姐姐你不要跟来 竟然让他给逃了 这是 杭月宗外门弟子 你死定了 那小子还没回来 兄弟们我都着急好了 但让人守了好几天 都没看到夜晨的身影 这任务也是我的 本来想将他和张丰年那老头子一起收拾的 运气倒是好 不等了 你现在就去找张丰年 不管用什么方法 这一次 天灵昼 我一定要拿到 赵丰年 滚出来 你们干什么 张丰 你要干什么 老实点 我啊 张丰 爷爷 小兔崽子 脖子还挺硬 张丰 畜生 有本事 你冲过来 老东西 等会儿就轮到你 师兄 没找到 师兄 我这也没 天灵昼在哪儿 天灵昼在哪儿 还好没被蜂蜓追到 我 老不死的 不说是吧 你俩找个锅 给我把那只鹰给炖了 好嘞 是 是 师兄 这鹰肉我还没吃过呢 这会儿有口福了 前辈 我会 你还真敢回来 成桃 金军 谁也救不了你 好 你该 充分 师兄 你杀 你给我杀 本里没掌 我 我 叶臣再次发誓 绝不会让你们再受到伤害 我都没有了 我都没有了 滚 你 你可是我师尊是何人 我师尊乃是葛虹 是帝阳风 手足 你 我说的 今天谁也救不了你 那老头的毒针 正好拿你试试 好难受啊 求求你 求求你放了我吧 都是找龙师兄 是他想要天灵咒 在派我来的 不管我是啊 师兄 我 前辈 都是我的错 少有我自责 我绝不会 让这种事 再次发生 修炼之道 当尊天地 天地最大 气 乃人之根本 修师 当于炼器为主 你 你 赵龙 我在风云台等你 哦 张涛这个废物 龙儿 可知是何人在挑战你 回禀师傅 是一个叫夜辰的实习弟子 夜辰 是那年过若惯 却只有宁气一重镜的夜沉 师父知道他 去吧 惩戒一下即可 下手无需太重 免得传我弟阳风欺负云 是 我不去找你 你倒来找我 谁这么大胆 他真挑战赵龙师兄 师父 咱看你看看 来看看 当真活得不耐烦了 无需夺言 来吧 莫及 风云台自古切磋 皆有彩头 夜师弟就不想和我 赌点什么吗 赌什么 谁若输了 就给对方当一辈子吓人 这赌出也太 一辈子吓人 那和卖身器没两样了 叶师弟 你看可好 赵师兄想赌 莫不如赌大天 师弟想赌何物 赌 命 这是 这城楼大冲 啊 这城楼大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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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你可是你在说什么 怎么 怂了 怂 怂 怂 这小子哪儿还这么大的力气 名气一虫真气数量晚就稀少 还要分出真气价于天鹊 就连速度 天鹊的重量拖慢 不过能在赵龙手中走过三招 夜城以后名气一虫 身负已绝喽 散了散了 我看你还有什么可以倚仗 谢臣 你该死 为我尽身 手定是你的 失败 别打 这是什么打法 那些厉害的玄术秘法呢 这就是最原始的薄刀术啊 对 又是你的 你快打 你去 Product 你快打 你快的 你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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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打 你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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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你必死 秦雷 不说 绝不爱 再受到伤害 这小子的伤害 这招式也太诡异了 什么样的 是苍狼犬 纯承尔独传秘术 叶臣这下可怕 苍狼犬 准备掌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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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 哟 蛤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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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这不你的命 可能命令要结了 是 这叶辰不会真要杀赵水兄吧 师兄他可是亲传弟子啊 看这架势 叶辰是要下杀手啊 我师父是帝阳风首座 你敢杀我 你敢杀赵水兄 师尊不会饶你的 你不会这样 赌约在先 他必须死 不会轻饶你的 这位师弟 切磋而已 得饶人不且饶你 任阳风的苏星月 他竟然来了 之前都没注意到 什么时候来的 若是方才输的是我叶辰 师姐是否也会这样说 你杀心太重 难成证我 师姐的意思 是让我放了他 我是想让你回归正途 莫要被 你有亲人吗 若是我将你的亲人 调起来狠打 你会不会杀我 若是你也会 就少给我摆出这副 假邪性的嘴脸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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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见过师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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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救我 访问 赌约在先 是我不能答应 师父 师父 快救救我 赌约在先 今日他必死 你也处 可红约为先 这是风云台的规矩 你身为咱们 义无准的干涉 师父 师父 小娃 做事不要太局 让我放了你的宝贝徒弟 也可以 得看你有多少诚意 拿去 葛长老 记住 是我夜晨放了赵龙一门 你欠我个人情 听懂 这么多灵石 正好换身行头 愿 五百零十 葛鸿出手还真扩重 这不是叶晨吗 这小子倒是一战成名了 不过他今后的日子 可不怎么好过 是啊 和师叔牙子必报 岂会轻易饶他 我听说啊 师叔坐下一个真传弟子 提前出关了 扬言要教训叶晨 是吗 那又好戏啊 走 真传弟子 看来要抓紧时间提升实力了 庞长老好 好好好 我忙着呢 你随便看 莓莲花 神圆草 碧阳花 哎 紫藤山 其实这价格 玉陵古卷 莫非是记载玉陵叶制法的命卷 二十零食 扯的吧 首先以玄虎熬制数十种灵草 玄虎 走 你小子 又偷拿我东西 把其他东西也给我交出来 你刚才不是把东西捞出了吗 有没有 我准备摇摇 你从那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哎呀 这位大友 你小心呐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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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说没偷 今天不要叫醒你一顿不可 这不是偷 是绝容 你防在这儿也是此回吧 好 恐惨是你高丽龟吧 你 道友 你是不是有增祸 你是不是有增祸呀 什么呀 增祸 你说什么 你死不是有增祸吗 你谁啊 道友 增祸也我有眼嘛 绝不能轻易让人知道我有增祸 不然真就引火上身了 我没有 不 你肯定有 我吻都吻到了 你晓不晓得 我们混月中 无疑到被封烟在灵丹阁的敌祸 我都吻了全别变了 跟你伸伤的味道 一目一样 地火 灵丹阁 是有什么关系 道友 你这都不晓得了吗 那鱼灵业并非反间仰火可以锤炼 只有苏醒精寸 火力抢得的玄祸 在高人的掌控下才可以联赞 怪不得这玉灵古卷只卖二十灵石 玄火难觅 有了古卷也无用处 你还要理晓得了啥 你还要为何被你当个搜索分为宝贝了吗 我这么个狠约中的玉灵业 都靠他才能够联赞 原来如此 我只是对知识感兴趣 学习 学无止境 我这里有血与兰花 这是连着玉灵业的笔笔灵草 你要是想通了 来灵草院找我哈 来来来来 有宝贝 莫的个怪怪 一千三百零食 小子 看上这葫芦了 胖长老 这葫芦能不能便宜一点 不行 这葫芦空间庞大 浑然内成 一千三百零食已经很便宜了 这 这样啊 你有多少 一千一 差两百 要不你拿别的东西凑凑 赤血胆 这可是毒啊 小小年纪整这些歪门邪道 这东西毒性太强 还是放我这儿吧 长老若是觉得可以 就抵了那两百零食吧 哭了归你了 拿去拿去 这些人 都行 都行 你 不 是 这 就 你 我们对紫衣是毕恭毕敬 怕她去蔑视咱们嗜血殿 咱们再不给天学们点颜色看看 真当咱们嗜血殿好欺负呢 苍老 黑狼 老小在 你早做准备 一定要在拍卖会设 将天气灯拿下 遵宁 两天了 炼制灵液的血鱼兰花 竟然一出也没找到 难道真要去找那小子 怎么有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 怎么是他 他也是横月宗的人 快溜 你 又宝 前辈 那啥 我那天真的是 你是横月的弟子 他不记得我了 问你话呢 你是横月宗的弟子 是是是 我这儿有身份令牌 忘记令牌丢了 而且大概率 被这个女祖宗捡到了 令牌忘了带 但我千真万确是横月弟子 那你见到我跑什么 会有那么吓人吗 他 他好像真的忘了 你太漂亮了 我以为是山里的精怪灵媚 我害怕 你这小嘴儿倒是会说话 对了 刚才有没有看到什么奇怪的东西 没有 到底是什么东西 只是一道好伤 就差点让我心神失手 别发愣了 速速离开这里 可以走了 那你忙 我就不打扰啊 你 我有这么吓人 姐姐 情况怎么样 姐姐周深好像有股很熟悉的气息 估计长教师兄他们正在围解 这次的暴动比往常大太多 还不知道姐姐能不能困住 那我们快去帮忙 看现在这个情况 择图之势必须要加快 真没追过来 又逃过一劫了 这里就是那小子说的灵草原吧 恒月宗种植灵草的地方 我到萧殿 你一定会来找萧业我嘞 雪月兰花在什么地方 哎 那萧殿天地像雷殿别吃的乌残伞 我可是已经答应你的条件了 这真没问题 不用担心 看苏林草原里脏捞死我老酒 他半个月前就出门运营去咯 谢谢了 有人 你都放心吧 哎 嗯 相公回忆了咯 哎呦 快走快走快走 这坑爹的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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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儿啊 哎呦 哎呦 老酒儿 你回来了说 哎呦 哎呦 你带着朋友 把我灵草莲干什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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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老酒儿 我是来找你了 我爹他想再娶个媳妇 我拦不倒他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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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妈现在都要哭子咯 什么 嗯 小媚哭了 嗯 嗯 敢让小媚哭 熊大海 我看你是活腻歪了 呃 这 这也行 人都干了 走 走 嗯 其他药材也准备齐了 嘿嘿 高起来 开干 小媚哭 是啊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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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气更加强劲了 趁这打铁 你宝贝都拜托你了 这是 邪念 对头 上一人主人留下来的 都是有这个东西在 我没办法让狼牙帮认主 生前的邪念 既然能残存在兵器上 这狼牙帮原来的主人 到底是有多强啊 你确定真火能将它炼化 能能 但凡邪念都是自阴自物 最怕自阳自物 真火乃天地人生 绝对是自阳自物的一种 必定能够炼化 那我便试试吧 不错不错不错 小 你小子真不错 小爷我叫熊儿 你叫什么名字呢 叶晨 我去 你都是拉过大白着弄的叶晨哪 小爷我更欣赏你了 松手 话说 你这名字 该不会还有个哥哥叫熊大 你找个小弟弟呢 我在家派好老人 就叫了熊儿 所以你还有个弟弟叫熊三 我没得解决 其他师兄弟都去做任务了 我们却还要在这里守门 好无聊啊 要是能讨得师父喜欢 就可以不用做这种任务了 只可惜这样的机会并不多 喂 这帮助 站住 干什么呢 我找叶晨大哥哥 回去回去 这可是横月宗 外人不得进入 我记得你叫虎娃是吧 我知道你大哥哥在哪儿 我带你去 谢谢大哥哥 你的哥哥叶晨啊就在里面 你自己进去吧 我就不打扰了 叶晨去了禁地 那个得罪了你们帝阳风的叶晨 你们帝阳风的恩怨可别牵扯到戒律堂 尹师兄 话可不能这么说 所有违背门规的弟子都归戒律堂管 更别说叶晨这种 唯恐天下不乱的暴乱分子 尹师兄更应当严加管制 你说得有道理 这种不法分子应当严惩 小悠 前辈 有个弟子来说 我挖进了横月通后山那块禁地 哈 那块禁地 可是有很多违京驯化的妖兽啊 我担心 禁地 小悠 大哥哥 大哥哥 你在哪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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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来了 啊 现在就等尹志远 带着戒律堂的人来抓个现行呢 胡啊 你可千万不要有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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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哥 胡啊 对不起 大哥哥来晚了 没事了 没事了 大哥哥现在就带你回去 胡啊 你为什么会来禁地里面 啊 禁地 可是有个大鬼哥告诉我 这是你修炼的地方 哎呀呀 叶师弟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竟然闯进了禁地 这可是违反门规的 就是那个大哥哥 你先回去小陵园 哥哥有点事 好 叶臣是吧 我是戒律堂的引致员 接到通报 你擅闯禁地违反门规 案例需要伐三十火鞭 这就跟我去一趟戒律堂吧 竟然卑鄙到对一个小孩子出手 你想干什么 怎么那劲指都殴打 你是想要两罪并犯 恕罪并罚吗 叶臣 我劝你乖乖就行 否则别怪我武力执行 嗯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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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竟敢无视我 叶辰 你真当我没办法追念 叶辰 你找死 好了 罪我认了 你带我走吧 怎么 犯人都认罪了 尹师兄还想动手 难不成尹师兄也想违背门规 给我带走 叶辰 叶辰 你擅闯禁地殴打同门 两罪并罚 按照戒律 受刑一百零八 火鞭 什么 火鞭 你擅闯禁地殴打同门 这 不然 冰枯兴莫双冥气节 就连人缘境也很难扛过二十年 这还是一百年 这戒律堂 目不是想为了这个实习弟子吗 活该 这就是和帝阳风作对的下场 别废话了 尽管来 看你能嚣张到什么时候 很好 够硬性 有两个,你 soul 大哥哥被坏人抓走了 就在这里面 小勇 大哥哥 这是第几鞭了 这是第一百鞭了 我故障 现在无浪用的桥 Fleisch 闭 闭 可恶 小柳 大哥哥 站住 前辈 你怎么来了 我没事 你快带虎娃离开 一失智 我求求你饶了他吧 家有家法 能有能归 可不是你说饶过他 就能饶过他的 我求求你 你就饶了他吧 剩下的鞭子 我来替他受 前辈 不要给他下跪 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求你了 老东西 等住了 爷爷 爷爷 你是缘 我要和你不死不休 那就要看你还有没有那个命在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他 往下 怎么会 最后几遍的威力 比前面一百遍的威力都强 他不可能扛得住的 一眼之远 记住我说的 我恨你不死不休 他扛下来了 爷爷 孩子 对不起 姐妹 我没事 大哥哥 孩子 我们回家 慢点 大哥哥 可恶 可恶 竟让我如此丢脸 这谁 没想到蛮荒链体 还有这种奥妙 不但能增强肉体 帮我扛出鞭子 还能在疗伤过程中修炼 大哥哥 你醒了 对不起 大哥哥 我太笨了 我太笨了 信了坏人 害你受伤 虎儿 我们不需要因为别人的错误 责怪自己 可要是我能更强一点 更聪明一点 就不会让大哥哥受伤了 虎儿 对不起 你想要修炼吗 我 我 孩子 你醒了 前辈 这才刚一夜 你 你的伤都好了 抹皮糙肉厚的 你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来 把这个收好 前辈 这是天灵咒 前辈 这礼物太贵重了 数碗倍不能收 哎 这天灵咒啊 需要根基才能催动 我要它已经无用了 大哥哥 你就收下吧 多谢前辈 馈赠 多谢你们 我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 这儿有 踩到了吗 我踩到了 我这也有 喜欢玩鹰的 想别赔你了 三 我听说 有灵草的地方就有妖兽 少吓唬我们 这是后山 又不是禁地 还是小心点为好 喂 这三个天洋风的 到别中去 这一块灵草地 是我地洋风的 师兄 我们只是 还不滚 找死吗 你们去这边 你去那边 多踩点 是 是 仗势欺人的东西 四 你有没有听过 师兄 你怎么了 我的手不带 玉灵液 灵石都没了 谁 啊 谁干的 灵石尊 不知道 我们出去的时候 众师兄就已经遇袭了 可有其他线索 藏尸弟子就听到有动静 然后眼前一黑 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莫非是进了强盗 怎么可能啊 谁这么大胆子 敢挑衅我地洋风 啊 师尊 会不会又是夜晨那个刺头 敢这样明目张胆的 就只要 你脑子被敲傻了 你脑子被敲傻了 挨了一百度火鞭 他不死已经是万幸了 那 会不会是天阳风和仁阳风的人 给我查 严芳两风 无论是谁 我地洋风定让他护出惨痛的代价 师弟 这次可真麻烦你了 师弟天资聪慧 年纪轻轻 就已经被师叔说为真传 哪像我们两个不中用的 哪里话 师兄们平时待我不薄 师兄有难 做师弟的 岂有不帮之理 师弟 怎么了 有人 谁 是谁 你到底是谁 灭畜 师父 我是当心 嘿嘿嘿 去 熊儿 兄弟 怎死你啊 你这 烈尸小技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咱先走吧 刘队 等等 熊兄弟 明天见 刘队 灵气有补充 在这边 别人 看 你 看 你 看 你 看 我 看 你 看 你 看 我 看 想不到你居然有这样的能力 其实这好宝贝 谁干的 师父 全是被炖起 敲击头部 嗯 我们连人都没看见就 混账 师父 前天 帝阳风的弟子也遭此等毒手 会不会是 潜阳老弟 师父 会不会是天阳风 天阳风 明天都臭家伙 给我敲回去 是 你们干什么啊 先跑 三大主风怎么犀利糊涂地就打起来了 三封积怨已久 就算没有这次门棍事件 开战也是迟早的事情 瞧门棍 谁想出来的搜主意啊 商店 这 东方 你 看 下 的 能迫于重量 会极大的拖慢速力 手中若是有一把灵力的兵器 在必要时刻换掉天群 速度将会有极大的提升 正好这次搜刮到不少灵器 是时候给自己练造一把衬手的兵器了 灵器技法我已操握 开工 一路就打我 轮个人 快点 爬 快点 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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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成功了 从此你就叫赤香 天主一切准备妥当 只是老朽仍需祸独月娇协助 祸独月娇给你二人将功赎罪的机会 从现在起一切行动听从黑楼传 不得有误 是 大哥哥 你回来了 回来了 大哥哥 我想当修士 我要变强 我要保护爷爷 还有小鹰 我不想他们再受到伤害 火王 修仙之路充满艰辛和坎坷 我知道 可我一定要变强 什么枯我都能吃 好吧 我来帮你打通经脉 这期间可能会有些疼 嗯 我不怕 再坚持一下 再坚持一下 好 好 这孩子灵脉紧乱 丹田虚薄 如果不是这真祸 谢谢大哥哥 灵气 孩子 你 土蛙体内的经脉已经被我打通 爷爷 爷爷 我终于能修炼了 爷爷 等我变强 再也没有人能欺负咱们了 你能修炼了就好 小悠 谢谢你 前辈言重了 举手之劳而已 不过修行这事还是跟随宗门比较稳妥 我想将虎娃带上横月宗 您看是否可行 放心吧 前辈 我会照看好她的 可行 可行 孩子啊 要听你大哥哥的话 去了横月宗好好修炼 嗯 这不是月产呢 怎么怎么没啥带上来了 我的天哪 一百多火鞭这就好了 就是啊 谢过长老 肯守虎娃为徒 举手之劳 只是虎娃和你一样 只能做外门弟子 谢谢长老 只要能在这里修炼 怎么都行 前辈 讨扰了 小有留步 若实习欺满 你可愿做我轻易的弟子 谢长老赏识 实习期满 我会考虑的 那我就静候佳音了 大哥哥 我现在算是横月宗的弟子了 是吗 太好了 你 你谁啊 竟然当门少爷的路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滚开 我看你是招打 虎娃 虎娃已经道歉 为何还要如此无礼 怎么着 想打架 走 带你去选宁器 你别我等着 下次碰到你 有你好看 来 小猪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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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 好 就是 去 我 是 我的 这个 的 大哥哥 我先好了 乌铁棍 火娃 棍法难练 要不你再换一个 不用不用 我很喜欢这乌铁棍 长老 您这可有棍数选法 棍数偏门兵器 我这儿没有 兄弟 我有个办法 来来来 来嘛 来嘛 我们可以去黑市 黑市 那是什么地方 游民黑市 停选门小巷 用来交换修炼物品 物资的地方 最近我听说排卖会在剧 三宗一点以果炉冷冷一丝 接回剧游民黑市 去哪个地方造 哭那由你想咬的东西 此话当真 这事咱俩可以合计合计 只是 我手里可不太富裕 语 一误勒 我跟你锁 疯了 真的是疯了 叶臣不怕死啊 挑战卫阳可不比赵勇章涛啊 他是中师伯最得一的青宠地区 这下等着出丑吧 叶传真以为自己庞下火殿 就能打败卫阳了 真人说梦 下足了下足了哟 左手叶传一配四 右手卫阳四配一 鸭手引手 鸭多引多了哟 卫阳卫阳卫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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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要不要要 不要我分盘了哟 既然堵了 当然是压全部的身家 这原来是为了这个 全部身家 押我自己赢 狗死狗狗 你有好多损算 实诚 叶传真的脑袜坏掉了 笑死我 还实诚 这一步 都不会给你 那你怎么会 也就是 这一步 我还没看到 这个 人家 有的 一定 你忽然 我还没看到 我还没看到 还没真心 知道的还不少 真是高估点 怎么可能 渭阳竟然被打得紧急败退 凌晨不会一个刚入门的外门弟子 为什么会有这么霸道的战力 他不明硬的是妖术 妖术 对 就是妖术 叶晨 你用妖术当将可耻 红月将来宁门正派 如不得修妖法之人 你滚下来 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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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灵咒 怎么办 灵力被放中了 区里被杀在他的REE 团牢 叶晨 又坚 remain 推上去 吹 良辑 使这日轮 治其后 提出不笋 老 Enterprise 怎么回事 天灵咒 完了 我养也中天灵咒了 大年漂亮 我养也中天灵咒 完了 幽默树 绝对是幽默树 他们用真气 大家起刹 我们引他锦子第三方加入 你们妙死闷归 打死他 我看你们哪个还跟桑太 兄弟 我们去下一个目标 我们去下一个目标 准备好了吗 一切为了电准 不过修行这时 还是跟随宗门比较公平 我看你是找他 你 给我等着 叶晨晨以为自己 往上去 就能打败魏洋了 谁不会一个 放入门的外面弟子 为什么 都有这么发动的战力 这便是幽默黑市 这便是幽默黑市 我们赶紧去 这个 一切 那 这便是幽默黑市 让我们去 真是幽默黑市 我们去 被鸭子刀拧起一措 这么厉害 到底是什么人设置的 游命会是背后实力 天玄门 天玄门 我怎么从未听说过 大蜀还有这样一股势力 听我老姐说 在山中简派之前 天玄门都已经在这楼 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门派 但门中成员 却果果神秘又强大 听说他们的门座 死一尊天玑锦修死我 天玑修士 三大宗门 以及更为强大的弑血垫都没有 这天玄门竟然有 极 ف重 一颗 一颗 二颗 一颗 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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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选门就如同这片徒弟的响子 无论是门牌 一或者是修炼死家 都不敢挑衅他们的威严 来来来 找一瞧看一看 盛起零夜大甩麦 拍麦会明天下开始 我们今天晚上 可以好好逛一逛了 对喽 你 你干什么 叨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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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叨 叨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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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了 我有其他方法 不要拉刀 阿弥陀佛 好货上心 千万不要错过 错过等三年 要有 要灵气不 要吗 便宜点吧 不要不要 这可都是上等货色 不能再便宜了 你可别小看这里的地坛贪主 他们大多都是一人过的 说不定哪一个 就是一派的长老 不只熟练世家的强者 那不是有很多 平时看不到的宝贝 看到没有 那个和尚好近啊 是不是禅衣门的修士啊 是我喜欢的类型 小僧这香有礼了 你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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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说 你看看 有没有什么桥子上的宝贝 本座赠送于您 说 被人出来 我说 你真的爱过我吗 你真的爱过我吗 这就是郑阳宗的玄灵之体 律师之日 上次未能阻止固体灵药回到郑阳宗 让郑阳宗平添一大助力 不过我们换个角度想 这助力可以是郑阳宗的 也可以是青云宗的 师叔 你那意思是 这玄灵之体可是一位女子 而女子一旦动情 便会失去理智 算了 昨日重重 已是过眼云烟 就这样吧 废我丹田之人 不能冲动 姬师妹 真巧啊 能在这儿遇见 是 是 是 在下青云宗吕志 师妹似乎对这幽名黑市不甚熟悉 青云宗吕志 不如由在下带着师妹游览一番 不用了 是 宁霜师妹不必推辞 可是郑阳青云二宗三千年前 乃是一家 什么时候青云宗也敢和郑阳宗成一家了 我 这 国长老在小微面前可真是好大的威风 行您的 别以为本座不知道你青云宗在打什么主意 这良秦都度择目而期 老身只是不想一块良财 在正阳宗埋没 人做到要瞧瞧 你清元宗 你容得下多大的财 这么多年了 你的正阳掌 还是没有一点掌机 两个都不是好东西 够要够 打得越惨越好 两位是想要违背 我天权门定下的 幽冥黑市规则吗 原来是紫衣长老 不敢 不敢 紫衣长老说笑了 我们就是闹着玩玩的 这就离开 那我们也告辞了 看无常清衡的姓林的 对他的态度 他不会就是熊儿说的 天玄门的人吧 算了 先去找熊儿 这个气息是 真祸 天玄门所主持的拍卖 果然非同凡响 已经来了这么多人了 这才刚开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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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远道而来的道友 感谢前来幽冥黑市 是 时辰已到 欢迎各位入会 请请请请 走 进去了 来 来 真是震撼啊 是啊 真是大声音 好 是他 跟你彼此天玄门的人 他是在向我打招呼 好 好强的威牙 虽然胸尾都被压制了 但是这个老者给人的感觉 是 如同巨山鸭鼎一般 正阳松 清云总 那不是正阳松的 如常青那老东西 竟敢把他带出来 还是不要招惹得好 估计暗中有人 你看 世穴殿了 这下热闹了 你 原来他们 是世穴殿的人 大楚一殿三宗 世穴殿雄霸被权 乃是货真价实的巨拨 怪不得 敢对横月宗空明镜的长老出手 可恶 想必这里的规则 诸位应该都知道了 老朽便不再多言了 那么我宣布 拍卖开始 想必这里的规则 天玄门 我怎么从未听说过 大楚还有这样一护士 姬云霜 绿痴 姓林的 别以为本座 不知道你青云总 再打什么主意 看我成亲和那姓李的 对她的态度 她不会就是熊儿说的 天玄门的人吧 真我过 好强能比呀 如同巨山鸭顶一般 天玄门 今天的第一剑拍卖品是 紫阳剑 剑刃能破真阳镜肉身防御 任何属性皆适用 低价五万零食 价高扯得之 我出五万一千 五万三千 九五万 这也太贵了吧 七万 雷品如果开门虎骂 七万五 第一剑拍卖品如果有进了他 八万 后面还有 八万五 便宜的 五万 我 一百万 赵几何 十万 正阳宗要了 正阳宗名号的叫出来了 谁敢和他争 谁谁 若无人加价 这紫阳剑便是正阳宗的了 下一剑 智阳铜炉 雄万 七万 九万 十五万 我正阳宗也要了 七彩玲珑塔 十二万 这个也归郑阳东 照着郑阳东的名字 我哑人 还让不让人活呀 有背景了不起 还是蛮有能吃 好了 接下来的排品是 玄铁鞭 低价一万 开拍 这啥呀 能吃一万零食 好笑 趁火有反应 海上的是宝贝 两万 我要了 又来 我出两万二 什么 这小玩儿谁呀 敢跟九行走起 他就太吞大 是怎么信水了 这人倒是有点意思 年轻人 有充劲是好事 这样才知道 天有多高 地有多厚 长老 我就是想参与竞拍二人 有什么问题吗 想笑 小爷可不吃你这趟 恩 好 好久没遇到如此有意思的后辈了 那本作就陪你玩玩 三万零食 三万一 五万 五万一 十万 十万 这人还跟过铁坤 居然叫到十万 二十万 这谁想多快啊 二十万 好大的魄力啊 这人 怎么感觉有点熟悉啊 你 你小子疯了吧 小子 才区区二十万 正阳多还不赛 获出三十万 兄弟 你没事吧 浪费本座时间 这小话不敢干了吧 给江苏 还有人继续加价吗 小友可真想要这本玄铁链 是他 老夫可以助小友一臂之力 当然 作为交换 希望小友能帮我一个忙 敢问前辈 这忙是 老夫暂时不能告知 这老人罢成是铁学门 铁学门那么强大神 他没有必要看我 况且 还能狠狠打乎长青的礼物 这教义 好 成交 那小友尽管叫价 无论何价 也由老夫来出 无人继续加价 这玄铁鞭便便归 一百万 小子 你 胡 perman 这才是游民黑逝 再动一次煞鸡 就怪老秀不客气 这小子谁啊 俊铁 這是什么 你是俊铁 临头了 一脑乱动气 无常青都敢 敢挑衅我 长老 这下麻烦大了 可不是吧 多两百 我们大可不必为此 萧小大动干戈 别忘了我们来此的目的 既然无人加价 这玄铁边 便归这位小有所有 接下来的是 仪彩一 仪小子 哪里来得这么多钱 你该不会是拍了 不打算付款 十万 二十万 放心 我自由吧 仪彩一 远归这位侠士所有 上午的拍卖到此结束 下午继续 拍到物品的人 带上零食 摆后堂零取 我出去一下 即刻便回 这人 我肯定在哪里见我 叶辰 多谢前辈相助 晚辈叶辰不胜感激 不过劣进绵薄之力 笑有客气了 前辈现在可以说 让我帮的忙是什么了吧 嗯 这是什么 无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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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在一本书里看到 你 无咒极其无力 一旦中招了 我不能及时遏制或清除 必定会遭受无咒 视身而亡 你说的没错 目前 只有你体内的真火 能够帮我 可无咒 乃是传说中的巫族人施展的 我的真火 普通的真火自然不行 但你的真火不是一般的真火 他现在只是没有觉醒而已 没觉醒 来吧 小有只需要练化其中一个咒纹即可 无咒由咒纹缓缓相扣 一道咒纹被练化 我便有办法铺开无咒 明白 好惊人的能量 这就是前辈的丹海 小有小心 切不可被我的污州浸染 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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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注入部分能量给你 你只需要安心用真火 克服着宇宙便可 他是人再用真火 救命 我可不可以 我非常安全 神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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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现在 多谢小友相助 前辈客气了 时间尚早 小友不妨留下与我共饮几杯 前辈的好意在下心领了 下午还有拍卖会 叶臣先告辞了 请别 想跟爷爷抢东西 还有陆王之余 小娃 下手别太绝 �uir volunteer 快走 一个 下一个 五 一个 我出字番 快儿啊 下一个 下一个 五万 满官 五万成冠 朱姨拍到火的滚发了 不过 下一件宝物是 游鸣帆 十万能吃 二十万 无常经纪人没来找我拿了份 不向他的作为 二十万 二十五万 二十五万 五十五万 还有人加价吗 七十万 还有加价吗 八十万 好 八十万成交 是我的错觉吗 下午的参加拍卖的人 似乎比上午多 气氛也是一炎火热 这宝贵的东西 又有压后出场 而且据说内阁 可以助转天境 突破到天际境的弹样 会压舟出场 你是说天际的 小声点 这反应 看来是真的 抵径各大势力的 准天际老祖 都想借着这天际单 必去突破的天际境 而有些老祖 收缘将近 更是势在必当 这么说 不管谁拍到天际的 都将成为宫敌 除了游鸣黑市 一片行风血雨 下一件排卖品 如果遇到最多日才 还有被解放 竟然没有 God 天际丹 合住准天际 或到天际界 底价五百万灵石 价值相当的宝物一可 每次加价 获得少于十万灵石的价值物 好了 现在起开 我出两万二 老子 你 目前只有你提的真火能够帮我 真火 冒暴 下一件排卖品 燕技丹 我出三百万 怎么这么高啊 这个是宝物啊 我出四百万 五百万灵石 价值五百五十万的高坚秘术 唐穹剑价值六百万 七百万 九百万 一条低级灵脉 是恒月宗 是啊 一条低级灵脉 至少可以开采出一千万的灵石吧 恒月宗好大的手笔啊 怎么这祖宗也来了 终其灵脉 外加世上唯一一位五品灵草玄灵脂 是 上品中极灵脉 以及上古秘术 逍遥斩 啊 极品中极灵脉 和绝世炉顶修饰三名 啊 我说都舍得出事 不愧是嗜血店 祖宗 封允 你这个风雨 是那个混蛋 清衣师兄 这里交给你了 恩 人 王儿 正阳宗竟叫一个无名小卒 将东西抢了去 可不能传出去被人笑话 是 分头行动 门口不得了 什么情况啊 可恶的小 小贼 是 正阳宗那个玄灵之体 是吴长青那个小气鬼之令来报复他吗 这小子要杀药管由我说了算 正阳宗休想横插一脚 姑娘 这人是我的 想动他 先过了我这关 这魏牙 是什么人 不愧是玄灵之体 竟然在我的魏牙下撑住我 他们是猎人 前辈误会了 我只是前来 不愧是玄灵之体 被你小子给跑了 累死我了 走 此地不宜久留 赶紧走 绝不能卷进去 一条高级灵脉 天哪 高级灵脉 那不是可做一个宗门延续几百年了 可还有人加加 这除了一殿三宗和某些世家 谁还出得起 是啊 是不是 那哪有你的两汉的呀 高级灵脉 两条 两条 这也太夸张了吧 这人是谁啊 好像从来没见过 这么大口气 不是一殿三宗 就是世家老土 可还有人加加 清衣师兄 现在情况怎么样 恒月宗的预算 相差太多了 有钱买 可未必有命拿 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没人继续加价了 如此 这天计丹 便归这位道友所有 好 我宣布 本次幽冥黑市排卖会 正式结束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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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 能够快都结束了 那 女子全于幸福 好好利用 加速炮 楚师妹 你还是又开始躁动了 掌门师兄吩咐我们 速速返回恒月宗 哼 算名巧 对 救出天极丹 救出天极丹 天极丹是我的 滚开 天极丹是我的 走 千万不要放走他 一圈漂亮小丑 嗯 他跑了 快追上去 天极 一圣彼此 滚开 天极丹归我们失去电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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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血殿要点药 不凭本事 谁抢的就是谁的 呃 呃 手死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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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际丹是我们的 就凭我们 护手都好去了 这 定然是准天性的修士在教授 幸好我们走得早 联工工 让个炮毒我们就被烦恼 松开炮 后斗已被随着 不会这么倒霉吧 下一个是谁 此人太过厉害 嫌疑取夺下天际丹 我同意 我们先拿下 是雪殿的小娃 别着急呀 别 烈 高级灵脉 两条 有钱买 可未必有命拿 转天惊 是雪殿的小娃 别着急呀 光泉南极四手 小娃 招呼天际丹 老儿一命 生命将至的匹复 休有成狂 你 是水 下一步 下一步 走 你 是 是 你 滚爪 欺贴 看你还能坚持多久 滚 这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杀了他 这几单是我的了 想要就给你们 我拿到了 我拿到了 你没法 我天惊毕竟只有一枚 上 天惊狐 天惊丹在哪儿 天惊自爆 忍了 杀了放弃 谁也不能拿走 杀了 南皇炼蹄 你追我 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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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只是情难自尽 那日见了你之后 三二一 你做了什么 哥哥不喜欢女人拒绝我 就算是玄灵之体也一样 我跑不掉了 这群儿和ensher目 鹊锭绝 这群儿和言镜与点栏目 爪楊 你得为了他 宁霜妹妹 你这是何苦呢 吕智 卑鄙 若非你暗算 哥哥恋爱你还来不及呢 怎么会暗算 来 让哥哥检查一下 伤势如何 银贼 闭嘴 看你还能撑到何时 伤势 伤势 这可是要消耗兽元为代价的 伤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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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居然突破到了真阳镜巅峰 注意 没何就是 好妹妹 这下可犹不得你 是他 他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杀了他 主上要的东西 谁也不能拿走 凝霜妹妹 你这是何苦呢 是他 是他 凝霜姐 你 小子 多管闲事 你没有好下场 那你就试试 我倒要看看凝霜姐 有何能耐 真小看你 我 没错说了 这门青 竟然有如此霸道的近身搏杀选法 天雷咒 开 天雷咒 他是杭月宗的人 给我死吧 给我 开 鸟子 灭了你 你的真火就归我了 居然还有真火 那就要看你 有没有那个本事了 三眼切换 我的丹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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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该死 我要杀了你 想不想看看我是谁 你 什么 不可能 我分明废了你 下辈子 莫要惹不该惹的人 你 我要杀了你 还有七星 还有七星 你干什么 我看你脸上有伤 不必了 下辈子 莫要惹不该惹的人 金凌霜 谢少侠救命之恩 来日定当报答 我不需要你报恩 你只需对今日之事守口无凭 知道了吗 就此别过 就此别过 至此一次 日后绝不会 再跟他有任何瓜葛 你 你是红月宗的弟子 对吗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只是想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谢谢你的好意 不用了 敢问安人尊心大名 权益 你 你要去哪儿 你要去哪儿 你有事吗 两个月后的三宗大饼 我 我还能再见到你吗 辰叶 叶辰 真的不是你吗 王二 你 你 辰叶 你受伤了 是谁如此大胆 敢伤了你 我并无大碍 快去准备 我们立刻回宗 你 我 我 不 也会有什么意思 你 你就要不要 可不可以老身上找到这个 在阳神剑里 但现场并没有阳神剑 有人在我们来之前 将阳神剑带走了 总算是回来了 不知道熊二现在怎么样 快走 风云潭那边有好戏看啊 齐云跟一个外门实习弟子打 有什么看见 可我听说那个外门实习弟子 好像跟夜晨有关啊 难道是 啊 你是废物 夜晨也是废物 你闭嘴 这虎娃怎么还不认输呢 再打下去 怕不是得给虎娃废了 残害同门可是死罪 就算废了虎娃 上头的 也不敢拿齐家怎么样 只要你跪在我面前 磕上三个小头 再说声 夜晨是废物 我就饶了你 各位师哥师姐在场作证 娃太可怜了 我已经让他打了 是虎娃自己不答应 可怪不得我了 是天剑 夜晨来了 我 对 我 对 那 你 你 他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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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你 你 齊师兄 你方才说了切磋 是吧 师弟我有几招不太熟练 正想向师兄讨教一下 不知师兄 意下如何呀 妙哉 灭了你 你的真火就归武夺了 那你要看 你有那个本性 我要杀了你 谢尘 你该不会以为 你打败了赵龙 卫阳 就可以在外门横着走了吗 真是交易 一换一的交易 你这什么意思啊 这都听不懂 他怎么在替我挨打的呀 你倒是失去 小云 呼啊 你 你 对不起 大哥哥 他们骂你 我就 你说话了 别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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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回来都听到 拜托你照顾一下火 小灰无落 对了 既然是风云台对局 师兄若输了呢 就凭你 要你真能做的 听后发露 一言为定 叶晨师父是有点强 到底还是七号更胜 毕竟七号是实打实的人缘境 一言为定 你真正面对方七号 七号就属下了 一个人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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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哇 旗号看起来厉害 没想到连一个宁器 竟都打不过 还是南疆情统 真是说了吗 就是 叶辰 今日必死 是天内走 天雷照 可是死罪了 知道啥呀 他是不是人羊羽手术 他自己更是南疆齐家的公子 他 就算是宗门怪罪瞎堆 也得看他失去了 跟自己的面子呀 那 这羊羊羽手啊 有错 是我赢了 空宗宋羽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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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没死还能站起来 是 这不可能 多亏了那次暴战的冲击 让黄黄炼体又上圣灵的等级 天空人 桥梁 你输了你 你怎敢伤我 你知道我什么身份吗 南疆骑将军 那又怎样 揭入黄月 当时不归 你在风云台上都有天雷咒 死乃死罪 谁会怪我杀的一个死罪之人 我 我 哥哥 你 你敢 杀了 神战东西 还有机械 下雨了 我们走 我们走 哥哥 哥哥 你没事吧 他生什么事了 叔叔 救救哥 都是那个燕尘 你 我 你 你 我 那快 来 快 不 你 你 那你 真传弟子闭关已久 何不让他们出来活动活动经过 天罡不议事 天罡过房有火麻烂 伤势也会阻力 对了 也该看看幽冥黑市这一趟 得了些什么宝贝 这掠制的家当还真不少 这是个什么东西 是宝贝 没什么特别的呀 之前这葫芦吞过魏阳的归结 得了一部素颖千花 说不定也可以把这顶吞了 不认识 这又是什么好东西 是什么事 没有人 都不认识 这不就是什么事 刚才那里面 不认识 是什么事 不认识 这箭提升到了八丑 果然是好东西 那就是太少了写 还有写什么 天际丹 我真的没有探戒 我真的没有探戏 你不想要这么多写 我真的没有探戏 你不想要这么多写 你不想要这么多写 你不想要这么写 我 沈阳风唐朝 最喜欢打架了 凤云台等你 凤云台 你知道后果 凤云台等你 这是交易 一换一的交易 你倒是失去 要你真能做的 天后滑落 叶辰 今日别死 失误了 你在方云台上 动用天雷咒 你死 走 什么情况 青阳师叔 怎么让唐朝提前出关了 你说唐朝要挑战叶辰 真的假的 是 黄师兄可是货真价实的人员 近五重点 毫无悬念 叶辰敢来吗 叶辰来了 叶辰他竟然真的敢赢唐朝的战术啊 走 怎么了 哎呀 怎么这么多人远镜 东边的是净阳风真传 西边的是冷阳风真传 火拉股的都是能年雅旗号的哼咒 都是生灭狗 修为却一个比个空 那些底子都是凉风最怕价的那一匹 悬起来都在平安 准备在外面打瓶 跟自家师们长得人的 还要不都快要走 帮着白面的都是要冒汗人 叶晨 你想跑 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庙啊 这就对了 走 哪里走 叶辰是不是比和其后对战更强了 我有三人竟然从宁骑六处停滞到了八处 这战法 你仅仅是基本的近身搏杀手 尽处你所圣灵 神发圣灵 难怪师弟能够障碍你 唐朝竟然败了 什么可能啊 是 在下帝阳风第三真传弟子徐亢 你也想来比赛叶师弟试试 承语台长锦子第三包杀杂 你既然光了无事冒归 可日清还用毒 身体悲饼 上一场比赛不是结束了吗 我不过是发起新的挑战 可惜没想到叶师弟还没做好准 你 我 你 徐康竟然也败了 这也败得太快了些 唉 你 擦这五六吕霄最有增火的吗 叶辰 休得猖狂 我也要挑战于你 王山珍 又残一个 给我 废物 头是废物 幸好没放上我底下那帮小子 不然今天这老脸 当时真是眼拙了 一个宁其境 这得多高的天赋啊 这是第几个了 你说什么啊 仰湖真传被叶辰一个人干残了一半干多呀 不过叶辰好像也有些支撑不住了 兄弟 走路 再大都有处死路 想走 紫山 杨昊 速战速决 是 怎么 这么急着走啊 就好 风云对决 全凭自愿 今日我不想再打了 不行吗 叶辰 两人都是一只脚踏进真阳镜的高手 即 即便我在巅峰状态 也难斗得过他们 叶辰 今日你休想离开风云台 风云对决 交战双方全凭自愿 你只是要逼我应战 不是横跃门规 那有了 我们大不了面壁思固 一剁气烧 门犯伤存 就对付一个宁气间 还真窜底子 说出去也不怕是小话 月刺 我们走 月刺 你想干什么 刺 下极 不许 怎么能够打下去 你觉得死招会万断 不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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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人 不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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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 不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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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